他在这里求学 又在这里执教 还是打不通 是什么吸引他留在中国 他来自非洲 却为何成了中国大学里的万事通 敬请收看中国园 嘿 谢老师 一 二 三 欢迎来到参运动的游戏 小机械人都督 是北京国业大学信息学部 被研究家庭陪伴式机器人 而购买的一台小型实验机 今天是周末 真人版的小都督 也跟着爸爸谢老师过来了 最近对都督 进行程序研究的谢老师 揽下了个又急又难的火 那就是五天以后 他要让都督在学校留学生沙龙上 为大家表演太极拳 就是这个太极拳比较费劲 它可能比较不稳定 五天以后 都督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这个是老师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你看 那个老师的相发 这种的相发不一样的 你要控制情绪 控制情绪 老师 我知道我做什么老师 我知道我做什么 你要控制感 就是说没有人会针对你说 不想让你毕业 或者是怎么样 老师也舒服 舒服 斯泰兹是北京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博士研究生 最近因为毕业论文 没有获得导师通过 他面临延期毕业的风险 今天一大早 斯泰兹焦急地找到了 国际合作交流处的 王伟处长 没有达到博士毕业的水平 处长与斯泰兹 沟通近二十分钟以后 正在附近跟学生交流的 谢老师 闻讯赶了过来 你也帮他沟通 我帮你写交流 好 你配合 对 我们配合的心 可是呢 如果说过去的话 我们 其实我 我们不会同意的 这个 没关系 我们会 我们会 协调跟 来帮助 好 知道了 行 好 祝你一些顺利 谢谢 你免得一事 拜拜 这些学生就是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看我刚才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都有点 不害接受 但是卸过了以后 很快这个 危机就解决了 你们得注意安全 谢是国际学院 教数字图像 处理专业课老师 同时又是负责留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 今天下午两点 谢老师要带十几位即将毕业的留学生 去天津养参加招聘会 几位特别想留在中国工作的学生 早早地来到校园 听谢老师做应聘前的指导 你们都是人才 你们也小看自己 你把你自己的价格 往上提到一些 把你卖出去 喂 到了三个 对 行 那我一会过去看一下 能够随身说有三个刚刚到了 他们本来是下午三点半左右才能到 今天下午 谢老师原本还要到机场 迎接五位新来的法国留学生 可没想到 有三位法国新生提前到了 其中一位身体还不太舒服 我叫你老师 对 好 那么 你怎么会这样 我们需要医药 你需要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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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 是 是吗 是 对 对 你需要医药 你怎么说的 妈妈 我叫你老师 我给你们找一个中国学生 过来 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 你们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跟他说 OK 是吗 OK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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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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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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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去天津参加招聘会的留学生 诺达巴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求职机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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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 近2018年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就达50万人左右 其中 其中想留在中国工作的也不在少数 加油 时间已经到了 是 行 我们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什么 几分钟 到两点半 这一次招聘会 这一次招聘会 主办方要求 今天下午五点以前到达 你也给他们一点时间 好吗 拜拜 斯泰兹博士论文遇到麻烦 加上对能否留在中国工作十分担忧 他显得有些焦虑 对啊 可是你必须给我们说两点半 我们还多 不行 如果我说两点半 你们的村里才到这 多事情要做 然后来这 诶 快一点 你在哪 早上好 早上好 你是刚学醒的吗 诶 诶 诶 大家好 你们都拿了你们的护照吗 嗯 谁 你忘了 ok 所以 师傅 你靠 能靠边吗 是 有的人在家里什么都不干 都是保姆路 所以 他们想不大的问题 我们得先想到 要不然就不玩 因为得耽误时间 开往天津的大巴 终于驶上了高速路 谢老师心里 还在担心着那位生病的法国学生 诶 学方啊 有那个女生 她叫阿丽斯 对对对她在她在 怎么了 羅兰 她的那个绳子不舒服 你问她 现在 怎么样 行我倒是问 行我问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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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您需要病毒吗 对对 its ok so 你为了 te买 吗 你只是病毒 你只是病毒 是呢 从首都机场 开往北京工业大学的大巴上 新来的两位法国领学生 孙雷和罗丽 显得格外疲惫 她们能快速适应中国的生活吗 从街机到入学登记 谢老师都安排了学生 帮助新来的两位法国姑娘 她们很快安顿下来 今天的晚餐 几位法国新生想吃九文大名的四川火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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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过去马俊纳 它是很大很大的 那不是受不了的 你喜欢在工作吗 还没找到呢 大家都希望在招聘会上 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在明天的招聘会上 这些年轻人能如愿以偿吗 你说你没有找到呢 慢慢来 这就是找专业的 可是不是我的专业的 不是你的专业的 你别失望 来这里目的是找工作 如果你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 那明天肯定去了就没心情 莫达尔和阿比 是些格外关心的两个学生 为了能留在中国工作 他们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一般人要出师博士上 没有其他的 要硕士的 我可以在 是不是这个 是这个 然后明天你少点起 到洗澡还得弄头发 又得打扮漂亮漂亮 那你不见其中 先准备一下这些 是 莫达尔同学 你好 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这个跟我的专业特别关心 那你紧张不紧张 我不知道 这是第一次做真实的面试 我不知道 可是我经历不 我不紧张 我希望 谢谢 谢的家乡 在美丽的西非国家 科特别瓦 很多人叫他小话语 因为在西非 是很发达的一个国家 他生长在一个 富裕的城市家庭 来中国留学 是因为一次 偶然的机会 他给我一个 长学生 您好 他说这个 带给我妹妹 我妹妹说不去了 我说那行 长学生 不能浪费了 我还是去吧 我去看一下 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谢惊呆了 眼前并不是他在 科特迪瓦时 听说的样子 我们去了 我们附近 西单 我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我发给 我科特迪瓦那边的 朋友 他们说 那好吧你 你PS 然后我说是中国 这是 明明是美国 因为我们不了解中国 真的 从此 谢开始刻苦学习汉语 我天天在我的宿舍楼下 我会主动去找那些老人 说中文 就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 谢与他的语言辅导老师 相识相恋 组成了一个幸福的跨国家庭 一夜以后国家让我回去工作 国防部 首先张母娘 不然我带女孩子 然后我觉得留在这里 我的发展机会会更多 主要的目标就是让他去完成我们 2012年 谢在北京工业大学 读完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专业的博士后出战 他决定留在中国工作 当时国际学院正在物色一位 外籍留学生管理人员 谢的导师向国际学院推荐了他 包括管理人员 都认识他 而且对他的评价都非常正向 当时我听了以后 我就感觉非常高兴 然后我想呢 就是说也别完全让他就做管理 把他的那个学业 这个业务这方面就彻底荒废了 如今 谢除了负责留学生管理班 还从事智能机器人的教学与研究 那么谢呢确实是很努力 而且前几天呢 他就找我说 要申请一个教研项目 就是关于这个 给这个外籍学生 怎么上好这个专业课的 这样一个项目 这个头也硬 如果看左边 看右边 再看这个镜头 摇摇手 不错 不错不错 同学们 我们 我们 十一件 在 这个位置 集合 OK 招联会上可选择的职位 比大家原来预想的要多 莫达尔 阿比 赫斯泰兹 都同出了三分以上的简历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这次应聘的结果会陆续出来 他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期待 希望他们给我的电话 也说了 笑的话给我的电话 对 对 对不起 我的中文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觉得你说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觉得你说什么 从天津回 谢老师和国际学院的张老师一起 带着五位法国新生 登上了长城 一 二 三 不 她没有眼睛 你好 你好 我是我的教授老师 你是谢老师 罗莉邀请谢老师 和自己一起拍了一段视频 因为远在法国的妈妈 是一位小学老师 她想跟班里的孩子们 一起分享女儿在中国的生活 金石银铁 汉石冠 汉石冠 万里长江 万里长江 人类欢 在北京工业大学 每当有新留学生入学 国际学院的老师们 都会想方设法组织一些活动 好让他们尽快融入中国的学校生活 谢谢 刚从长城回来 一场早已准备好的学包饺子活动 又在等着这些法国新生了 来 你们过来啊 这个天使把这个面 就这样 来 给你带过 你能把我帮到锅吗 你帮我帮到锅吗 你帮我帮到锅吗 我帮我帮到锅吗 我帮到锅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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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到锅 我帮到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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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吃饺子吗 中国人 我帮到锅 我们是在过节和家人团圆的时候吃饺子 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意思是春节大年三十的晚上 祝福 祝福 特写 祝福 祝福 谢老师好 祝福好 祝福同学呢 他们都在做实验 没人陪我玩 别生心 谢老师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去把其他的同学叫过来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小一点 我是来邀请你们去三家 一间下午 韩国学生的文化沙龙 祝福你来吧 祝福你来 都都 是学校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所的实验机器人 今天 实验室的同学们已经为都都准备好了节目 因此 谢老师一进门 都都就配合得十分默契 智能研究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重点学课 为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谢老师打算在这次沙龙上安排小机器人都都出场 好 你跳得太棒了 嘟嘟跳舞虽然很有趣 但谢老师还是希望他能表演更有难度的节目 那就是太极拳 都都都最终能成功表演太极拳吗 哎 来了 我一直在找我的那些学生 今天我看了新闻 说美国总统要打西里亚 我有三个学生 西里亚的学生我联系不上 没到 还是打不动 不出去 不出去 来来 爸爸 爸爸要去工作啊 爸爸 没事 好吧 没事 没事 走吧 出去 来 走吧 好 回去去吧 我也体验过他们这个事情 我一年我国家那边也也有内战 那个时候我也很着急 因为我也是不上我家里的 所以我能感觉到他们的那个心情 是什么意思 你也可以去写真吗 你是在写真吗 写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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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您是你来自写真吗 你是写真吗 你来自写真吗 你来自写真吗 在宿舍见到两位叙利亚留学生 谢老师松了口气 这位同学还说 莫达尔也没事 他之所以没接电话 可能是因为正在打篮球 正好 他们家里什么都没有 他们父母都很安全 所以我也放松了 国际文化沙龙 是北京工业大学国际学院 为留学生提供的 跨文化交流平台 每月一次 本月活动的主题是韩国文化 但这次为了欢迎 新来的几位法国学生 谢老师特意增加了两个节目 终于轮到嘟嘟表演了 他会成功吗 你好好表现啊 同学们好 现在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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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滑倒了 为防止摔坏都督 同学们在现场 不得不放弃了 回到实验室 谢老师和同学们 一起经过多次 优化程序 最终 嘟嘟终于成功地 打出了一套 完整的太极拳 今天 谢和吴老师要一起去拜访一家大型企业 天津招聘会已经过去了一周 还只有三位学生 接到面试通知 老师们决定 主动联系企业 了解他们的用人需求 我们在非洲现在在手的项目 大概有六十个左右 所以这块的话 有具体的 比如说 这个学生 如果还有没有去 回到他自己国家就业的这个愿望呢 经过交流 这位企业领导当即表示 他们可以给专业对口的阿比 提供一次面试机会 得到这一次面试机会 阿比非常高兴 虽然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但他觉得 有机会跟自己心仪的中国大企业 这样面对面的交谈 对他来说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面试的日子终于到了 时间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最终阿比能得到这份工作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统统孕育着地球寸的奇迹 各从这世界 用我们的声音 Country Road Sing me home Sing me home 365